中國商務部週三無預警宣布 將對臺灣兩千四百五十五項商品 進行貿易壁壘審查 經濟部鑑識已經收到中國WTO的通知 然而過去 中國從未利用 WTO的管道反應經貿議題 這回卻透過國際平臺 的確讓人很意外 他如果想要回到WTO的機制 那我們絕對懷疑 無形之間也凸顯 臺灣是在經濟上是一個 獨立的主體 過去中國將兩岸定調為國內議題 而這次尋求WTO的世界貿易組織 中國嘴巴不敢說 但心裡清楚得很 想要貿易壁壘審查 還是得透過國與國的關係協商 才更有利 中國指控臺灣設置貿易障礙 將進行審查的兩千四百五十五項商品中 大多是中國的肉品 酒類 水果 紡織 藥劑等品項 這些品項約248.5億美元 在臺灣2022年的出口額僅佔5.2% 而出口到中國的金額僅有44.3億美元 更只佔臺灣對中國出口額的0.9% 如果中方要採取報復手段 對臺灣影響其實不大 只是相關業者會帶來衝擊 調查時間最長持續九個月 最慢會在2024年的1月12號結束 完全和總統大選重疊 所謂的貿易壁壘審查 更多的其實是政治操作 老共是把經濟議題呢 搞成政治議題來操作 鋪天蓋地 為什麼 因為今年是選舉年嘛 兩岸稱的ECFA超過十年 隨著兩岸關係緊張 中國以傷逼政的行為越來越頻繁 試圖用經貿手段影響 臺灣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 靜新文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行刺鑪 賞賞主要 行刺券 斜新文 劉生的 刺券 打鬥任何